选战倒数66天了 但是蓝白河依旧卡关 先前都是国民党对民众党下最后通牒 侯友宜还曾经说过火车不等人 但是现在换柯阵营对国民党下最后通牒了 因为柯文哲今天主动出击 公布了三份内参民调 结果显示柯文哲的支持率 赢过了赖清德跟侯友宜 传出现在民众党从基层到核心目标都不想等了 认为柯文哲应该要独立参选 柯文哲的发言人陈志涵表示 时间紧迫不等人 希望国民党在这个礼拜可以给出答案 谈蓝白河卡关原因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主动出招 公开三份或比是民调 不管怎么比柯文哲都胜侯友宜和赖清德 赖对柯嘛 赖对火 这个哪一个胜率最高 这难道会看不出来吗 我讲过嘛 除非故意有心的媒体 故意啊 不然这个其实民调还是一个程度相当重要 领先柯文哲有一段距离啊 本政权总部里面没有设摄影棚 所以你刚才说什么拍照那个想太多了 蓝白河谈判期民众党给出最后通牒 这周末火车就要起航 但党内从基层到幕僚 不满国民党不敢站 不想和只想拖 鸽派转主战派 劝进柯文哲独立参选 蓝白已拖待变 不见整合曙光 金新闻综合报道 立刻上载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